卢榜事件发生在淡江一个住宅区 有居民声称在今早9点左右 听到少女求救声 赫然看见一名年约12岁的女童 被拖上一辆疑似卖威或Viva的国产轿轿车 由于事发过程太快 居民根本来不及记下轿车的车牌号码 只能眼睁睁看着少女被卢走 安邦警区主任教后证实 当局在案发后接获市民投报 不过目前当局还未能鉴定 失踪少女是否来自案发住宅区 现场也没有闭路电视提供情报 警方坦诚 光靠居民提供的零碎信息 根本无法破案 因此要求知情者提供情报协助破案